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文元飞日月原来他创下三个世界第一,人都说项羽是千古无二,为什么? 大家想必都清楚,项羽是何须人也,这个人可谓是我国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人物, 比如说张国荣的巅峰之作《霸王别姬》,虽然说故事和项羽没有什么关系,只不过是戏中戏而已, 但是这也间接地说明了项羽在我国文化上的影响力,又或者是各种关于楚汉战争的电视剧电影,我们都能。 从中看到项羽勇猛盖世的身影,刘邦和他相比,简直是黯然失色,没有任何威势可言。 而他这一生中,只失败过一次,那就是他最后一次,虽然他失败了,但他高大勇猛的身影,还是让我们后世之人所眠记。 有人说,他之所以斗不过刘邦,是因为他妇人之人,也有人说项羽之所以斗不过刘邦,是因为他刚毕自用。 甚至还有的人说,他之所以斗不过刘邦,是因为他是正人君子,刘邦是一个阴险。 小人,虽然说大家对他的评价总是贬义多过褒义,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人知识,对他的评价非常高,比如李清照,他就曾写过一句诗,声当作人杰,此意为鬼雄,又或者是李婉芳对他的评价是千古无二,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的高,为什么? 原来他创下了三个世界第一,第一个第一,项羽力能扛顶,历史上能把顶举起来的人物并不多,而项羽呢? 他举起顶来,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,轻,而一举单手就能把顶举起来,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秦武王赢道,他也能举顶,但是和项羽比,他还是差了一大截,举个顶竟然让顶砸到自己的脊柱。 活生生把自己砸吐血而亡,有的人可能会说,不还有一个李元霸吗? 大家要知道,李元霸是一个虚构人物,拿一个虚构人物和真实历史上的人物相比,你觉得合适吗? 除此之外呢,他还有两项第一,一个是巨鹿之战,他创造了一个纪录,两万军,对打四十万秦军,结果呢,他奇迹般的赢了,为此还留下了破釜沉舟这样的神话,由此可见,他并非大家想象中,那么头脑简单,不服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。 另外一点就是彭城之战,项羽这一次,率领三万铁骑,竟然把刘邦的五十六万大军,打得落花流水,落荒而逃,不得不承认,项羽的勇猛无人能及,对此你怎么看呢?